现身北戴河后,胡春华在添重要职务。 中共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据信已经召开。 冀中组部部长陈希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现身北戴河后,胡春华在新任一重要职务。 8月9日,据中国政府网消息,国务院调整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,其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担任组长。 此前,该职务由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担任。 8月4日,中共高层就派出中共政治局委员、中组部部长陈希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,与62名副北戴河休假的专家进行座谈。 此举也打破了中共多年来的惯例,此前看望专家的领导人多有政治局常委领先。 对于农村工作,胡春华还有一个职务就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。 今年7月5日,据中共官方消息,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在北京举行。 这是胡春华首次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现身。 这次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,正处在中美贸易激烈冲突之际,两国宣布了对彼此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%的关税后, 华盛顿宣布要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%的关税, 这些关税可能在9月6日评论期结束后开始征收。 作为回击,北京宣布将对另外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5%至25%的关税。 由此外界推断中美贸易战很可能成为北戴河会议上的主要议题之一。 BBC引述专家分析称,对北京当局来说,此次北戴河会议上,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美中贸易战, 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内外环境的一系列变化,这个问题是中共党政要员和退休元老们难以回避,不得不讨论的。 报道说,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,北京当局的危机意识是很强烈的,在战战兢兢的度日。 在贸易战有可能引爆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之时,党政要员和退休元老们在北戴河会议上恐怕免不了争吵。 路透社报道,习近平仍掌握中共大权,但党内对当前的经济政策和如何回应贸易战有不同的声音,这对于保持一致的中共来说是罕见的。 持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让中方滋生不满情绪,中国舆论长已将怨言焦点意外转向了另一副总理刘鹤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国务院副总理中排名中逼刘鹤烧钱的胡春华,分管商务。 胡刘两人分工交错,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。 此前有报道称,一些高层提议由另一位副总理胡春华牵头继续,以两人合作或后者独领,试图寻找解决这场已持续数月的经贸摩擦的新路径。 胡春华6月27日首次以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身份,在中南海会见了英国财政大臣,对话英方牵头人哈蒙德疫情。 这一安排也引起一些猜测。